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忘了我是谁 传唱至今三十年 许多人可能知道作词者正是李敖 却不明白歌词背后隐藏的真实故事 忘了我是谁 歌词浅显易懂 读来却情争一切 仿佛是正在思念着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美 看了心里都是你 忘了我是谁 背后真实的故事 是当年李敖写下这段歌词时正在监狱里 由于每天拜托管理员帮他拿报纸 管理员要求李敖为他写点东西作为回报 李敖便写下了忘了我是谁 之后辗转被捕上了曲 由当年只有16岁的北英女学生王海灵唱红 收录在1980年发行的金运奖 6 专辑中 从此摇身一变 成为民歌中浪漫情歌代表作之一 曾和李敖在康熙斗嘴 小S说话了李敖83岁脑癌 并是 他生前上中天康熙来了和主持人小S及蔡康永的游趣互动令人印象深刻 他当年是康熙来了的首级特别嘉宾 他和小S一来一往的幽默互动令观众印象深刻 后来小S开玩笑说李敖暗恋大S婆婆张岚 惹怒李敖 提告小S 2013年他第二次上康熙 双方也在节目上大和解 2013年于人杰传出李敖乌龙死讯 小S当时在节目上开玩笑 制作人说他要上节目来澄清死讯 我说什么 原来他没死 害我空荒喜一场 李敖也幽默接话 我没想到你恨我恨成这样 蔡康永还爆料 说小S说李敖上节目还戴着墨镜 看不出来在想什么 没想到李敖回想你啊 当场让小S忍不住翻白眼 笑骂李敖老不休 双方唇枪舌剑 相当逗趣 当时的李敖已年近80岁 不过气色精神都相当好 他透露养生秘诀是不吃晚餐 还自豪跳骑马舞也不成问题 没想到他去年被诊断出离患脑癌 同年5月因放射性治疗进出家户病房 今传出已安详离世 小S透过经纪人表示人终究都会有这一天 但至少他的思想会永存人间 一路好走 李敖生前多次夸赞墨文魏 曾语出惊人 欣赏他放浪行海李敖欣赏美女 生前曾多次夸赞墨文魏性感 并精通多国语言 是他的梦中情人款 两人多年来也维持君子之交 墨文魏父亲出书曾送李敖当作纪念 12年前 墨文魏受邀为李敖新节目站台 主动献上拥抱 李敖也曾说墨文魏送过他裸照 更语出惊人说 我欣赏他的裸照 也欣赏放浪行海 该凡言论一度也引来网友的热议 不过他的书房里确实曾有段时间一直挂着墨文魏的半裸海报 直到书房整修才摘下 但其实那张是墨文魏测堂的写真照 他曾在受访时交称笑李敖大时形容太夸张 四年前 墨文魏为台北小剧丹演唱会举办记者会 李敖也特地站台 双方矫情异于言表 不过对于李敖过世 索尼音乐表示还在联络墨文魏 暂时无法回应李敖一声多情 和胡音梦短命婚轰动全台李敖一声多情 他谈过七段恋爱 有过二段婚姻 第一任妻子室友台湾第一美人称好的胡音梦 当年44岁的李敖对26岁的胡音梦一见钟情 为了追求胡音梦 李敖还告诉当时的现任女友刘慧云 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 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千的 所以你只能避一下 并拿出120万当分手费 终于如愿报的美人归 而这段才子佳人的婚姻羡煞众人 却只维持了短短115天便告终 李敖在和胡音梦离婚时发表了一篇声明 表示会分开措权在他 但有一说指胡音梦当年原是炙手可热的电影红星 婚后却遭受冷落 幸运大不如前 偏偏李敖又不支持他 让胡音梦很没安全感 后来李敖和好友肖梦能的财产侵占官司 更是压垮两人婚姻的最后一根 稻草 因胡音梦出庭作证 导致李敖入狱半年 两人也彻底反目 离婚后他曾在媒体前吵弄胡音梦 说有次无意见推开厕所门 却撞见因为便密憋得满脸捅红的胡音梦 实在不堪 胡音梦事后得知 锦淡然表示在同一个屋檐下 是没有真正的美人的 后来李敖认识了小他30岁的第二任妻子王小屯 李敖回忆 当年他偶然看到王小屯等公车时在看他的书 清理模样让他惊为天人 马上展开追求 两人经过八年爱情长跑 终于步入结婚礼堂 1992年生下儿子李勘 两年后再生下女儿李晨 而王小屯甘愿做李敖背后的女人 成为他不可或缺的秘书级助手 一向低调的他 很少公开 露面 作风相当神秘 李敖生前多次夸赞莫文魏 曾语出惊人 欣赏他放浪行海 李敖欣赏美女 生前曾多次夸赞莫文魏 性感 并精通多国语言 是他的梦中情人款 两人多年来也维持君子之交 莫文魏父亲出书曾送李敖当作纪念 12年前 莫文魏受邀为李敖新节目站台 主动献上拥抱 李敖也曾说莫文魏送过他裸照 更语出惊人说 我欣赏他的裸照 也欣赏放浪行海 该反言论一度也引来网友的热议 不过他的书房里确实曾有段时间一直挂着莫文魏的半裸海报 直到书房整修才摘下 但其实那张是莫文魏测堂的写真照 他曾在受访时交称笑李敖大师形容太夸张 四年前 莫文魏为台北小剧丹演唱会举办记者会 李敖也特地站台 双方矫情异于言表 不过对于李敖过世 索尼音乐表示还在联络莫文魏 暂时无法回应李敖一声多情 和胡音梦短命婚轰动全台李敖一声多情 他谈过七段恋爱 有过二段婚姻 第一任妻子室友台湾第一美人称好的胡音梦 当年44岁的李敖对26岁的胡音梦一见钟情 为了追求胡音梦 李敖还告诉当时的现任女友刘慧云 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 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千的 所以你只能避意下 并拿出120万当分手费 终于如愿报的美人归 而这段才子佳人的婚姻羡煞众人 却只维持了短短115天 便告终李敖在和胡音梦离婚时 发表了一篇声明 表示会分开措权在他 但有一说指胡音梦 当年原是炙手可热的电影《红星》 婚后却遭受冷落 幸运大不如前 偏偏李敖又不支持他 让胡音梦很没安全感 后来李敖和好友肖梦能的财产侵占官司 更是压垮两人婚姻的最后一根 稻草 因胡音梦出庭作证 导致李敖入狱半年 两人也彻底反目 离婚后他曾在媒体前吵弄胡音梦 说有次无意见推开厕所门 却撞见因为便密憋得满脸捅红的胡音梦 实在不堪 胡音梦事后得知 锦淡然表示在同一个屋檐下 是没有真正的美人的 后来李敖认识了小他30岁的第二任妻子王小屯 李敖回忆 当年他偶然看到王小屯等公车时在看他的书 清理模样让他惊为天人 马上展开追求 两人经过八年爱情长跑 终于步入结婚礼堂 1992年生下儿子李勘 两年后再生下女儿李晨 而王小屯甘愿做李敖背后的女人 成为他不可或缺的秘书级助手 一向低调的他 很少公开 露面 作风相当神秘 作风相当神秘 贼海